大家真的很不關心 大家好,我是Peace 然後我來自祖父聯盟 這個是代表祖父聯盟的題材 那沒有人關心祖父其實是一個 我在做志工或做社群的時候 考慮的一個主題 那首先呢 我沒有出來,就是說 祖父聯盟是一個32年的環保組織 它從幾年來到現在應該是 女性參與環保議題 台灣最重要的環保組織 那我們在這幾年也得了很多國際的大獎 那這段期間我們累積了 30幾年累積了從 鋼鐵想像1984年有 二、三十歲的女性 到我們組織裡面去做環保議題 那現在他們大概是五、二十歲 所以接下來 但這個 這個 組織其實面臨非常多的問題 在轉型的部分 那 那接下來我想要處理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 世代衝突的問題 也就是世代溝通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讓 這群平均大概40歲到70歲的婦女 他們其實是台灣很重要在推動環保議題的女性 能夠跟我們現在的世代 能夠有個溝通 能夠讓這個環保議題或社會議題 能夠持續的推展下去 那在這個想像裡面呢 我剛剛講的很方向想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編織我們很多的長輩 這些長輩呢 可能可以跟我們一起處理一些問題 譬如說 講消息的闢謠 我們其實在剛才很多討論中都在想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有一個價值 是我們上的世代的價值觀 可能我就是上的世代 上的世代的價值觀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呢 我們可以跟他們做溝通 那另外是 性別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女性的環保團體 那上禮拜通過同會以後呢 我認為 性別議題和性別議事 其實在我們這個世代 跟上的世代其實是有一個落差 我希望他能夠跟上的世代 做更多的溝通 尤其是那一些 對社會議題非常不敏感的女性 那另外一個是就業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兒童照顧問題 那我在想像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蜀戶聯盟做的 是環保的問題 或是家庭的環保問題 那我希望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專案 那可能是一個 共筆 可能是個志工 可能是個比台的機制 讓這些問題 跟家庭的環保問題 合在一起 但是蜀戶聯盟 希望藉由這個專案來把 這樣的概念 做一個世代的溝通 所以呢 今天的目標 其實 因為我們這邊 下一頁也沒有跑出來 我們這邊 其實是一個議題 倡議為主 所以我們的工作人 都是對議題了解 對政府專案了解 也是倡議了解的人 那我們其實希望 能夠 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有共識設計師 或是不同世代來參與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目標是討論 可不可以可行專案的工作方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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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